最高3500兆兵每秒的读写速度 Mac和Windows都能兼容 高性能全闪万招NAS的好帮手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天背、Oklink和USB4 双膜四盘位全闪硬盘盒 在迷你电脑市场上 越来越多的旗舰产品装置了Oklink接口 大家都知道Oklink是PCIe的变种 所以它可以从主板上转接 也可以从NVMe接口上转接 目前主流用途是用于外接显卡屋 不过Oklink的诞生 却是起始于企业级存储赛道 市场上有很多4盘位、8盘位、42盘位的 Oklink专业存储系统 在消费级市场上 天背制作了全球首台 Oklink多盘位存储系统 而且还是双模式的 同时也兼容USB4接口 带有USB4接口的高性能小主机 那就太多了 到我制作这期视频的时候 这款硬盘盒还没有价格出来 拆分为4组PCIE3.0X1的NVMe接口 我拿到的是一个公包 也就是测试版 打开来看一下 USB4数据线 Oklink数据线 一拖二的电源分拆线 可以使用小主机的DC电源线 分出一个接口给硬盘和供电 4块NVMe硅胶散热铁 这小电源12伏3A 一共36瓦功率 银白色全铝合金机身 看起来非常漂亮 顶面是天背的品牌logo 还有4个NVMe使用指示灯 前面板USB4接口 Oklink接口 后面板12伏电源接口 就没了 非常简洁 双侧和底面都有通风口 卸下底部4颗螺丝 打开后盖 看到硕大的散热片上 有一个静音风扇 继续卸下散热片上的4颗螺丝 揭开散热片 4个M.2 PCIe的NVMe插槽 我们先安装了一条 爱国者7000Z的2T的SSD 简单测试一下 找了一台既有USB4接口 也有Oklink接口的小主机来 先接USB4接口 传输模式里看到了 我们的2T SSD跑在了PCIe 3.0X1 840兆B每秒 差不多就是X1的速度了 接着我们换Oklink接口 最高890兆B每秒 算是3.0X1的最高速度了 虽然经过拆分芯片之后 USB4和Oklink只能跑X1的速度 但是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对比看一下 USB4下的写数 不管是顺息写 还是随机写 都非常低 相比Oklink差了好几倍 这应该是Windows磁盘设置问题 我们打开磁盘属性 选择硬件 再点击属性 点击改变设置 左边选择策略 选择更好的性能 启用设备的写入缓存 重新测试 写入速度也跑上了800兆B每秒 不过 与Oklink相比 顺序读写都差不多 随机读写 Oklink要强不少 说明 接入Oklink要比USB4更稳定 我们也把硬盘盒 接入MacBook Air的雷利接口 接近800兆B每秒 我把天背硬盘盒 通过USB4连接到一台既有万兆接口 也能组雷电网桥的小主机 此时天背硬盘盒 就相当于一台DASDAS 可以作为高性能万兆 那是小主机的硬盘扩展体系 万兆小主机机身内部 也有一块爱国者7000Z2T的SSD 我们来对比一下 雷电网桥和万兆下 两块硬盘的不同表现 很明显 通过雷电网桥连接 访问机身的2T SSD要更快 但也主要快在顺序读写 随机读写差别不大 紧接着我们测试万兆连接下 另外一台测试机 访问两块硬盘的不同表现 仍然是机内硬盘要好上一点点 但真的只有一点点 顺序读写好一点 随机读写差不多 相互拷贝文件 仍然是差不多的 很可惜 我造不到一台既是万兆 又有奥克林克接口的小主机 否则我们就能测试万兆连接下 访问奥克林克外置存储的情况 毕竟单机测试中 奥克林克表现要优于USB4 单盘接近900兆币每秒 并不是这块硬盘盒的最优读写速度 为了测试多盘下的读写速度 我在嫌于买到四条一模一样的 512G的NVME SSD 据说是惠普杀机器的拆机条 西数的SN740 PCIe 4.0 X4的NVME SSD 装好SSD 再贴上散热硅胶片 搞定 接上小主机进入Windows看一下 4块硬盘都识别出来了 一模一样 待机温度只有36到37度 远低于机内硬盘的43度到45度 Windows标志 这里按鼠标右键 选择磁盘管理 在新硬盘上 按鼠标右键 简单卷就是单个硬盘作为一个卷 跨区卷就是多个硬盘作为一个卷 但是磁盘速度不叠加 待机卷也就是多个硬盘作为一个卷 但磁盘速度可以叠加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RAID0 镜像卷就是磁盘复为镜像 也就是RAID1 我们要实现最大的读写速度 要选择待机卷RAID0 已经有磁盘2了 把其他三块硬盘都添加进去 点击下一页 分配一个不常用的盘符 以免和我硬色的LUS的盘符重复 点击完成 已经设置好代区卷了 看到我们的性价卷R 一共1.86T 来测试一下 3300兆币每秒 比我们以前雷电硬盘盒测试要快一点 同样在奥克林克接口 也设置好代区卷RAID0 3500兆币每秒 算是今天我测试这块硬盘盒 达到的最高读写速度 我们把USB4和奥克林克接口比较一下 所有的项目都是奥克林克强一些 把硬盘盒 接入Mac系统雷利接口 打开持绑工具 打开文件菜单 选取RAID助理 更直接了 条带就是RAID0 镜像就是RAID1 串联就类似Windows里的跨区卷 我们选择条带 选中4块硬盘 下一步 改变一下格式到APFS 下一步 创建 完成 看一下阵列情况 一共2T 右下角可以删除阵列 Disk Speed Test 读2900兆币每秒 写2500兆币每秒 另一个测试软件 3300兆币每秒 天背奥克林克和USB4双模NVME硬盘盒 单盘读写速度接近900兆币每秒 多盘读写速度最高3500兆币每秒 它能单独连接有USB4和奥克林克接口的小主机 作为小主机的扩展存储 也能作为一台全闪NAS的DAS 可以给一台有USB4高速接口的万兆NAS 用来扩展存储 基于奥克林克接口外接的硬盘盒 是直接接在锁连主机的PCIe通道上 读写的速度和稳定性 是明显好于USB4连接的 目前USB4、雷电3或者雷电4硬盘盒 最高只能跑到3100兆币到3300兆币每秒的顺序读写速度 想要更高的外置存储读写速度 不如考虑一下奥克林克接口 当然我们这台四盘位硬盘盒 因为使用了PCIe 3.0Switch拆分芯片 跑不出更高速度来 浪费了奥克林克接口6.4G的带宽 建议天杯可以出一个单盘位的奥克林克硬盘盒 那跑上6000兆币每秒应该不是问题 可以创造迷你电脑外置存储的最高速度 随着奥克林克接口逐渐普及 越来越多的千元终端小主机都会配置奥克林克接口 当然也都有USB4接口 那么随着迷你主机的不停发展 CPU和图形性能更强更快的小主机 可能会代替你手中这台 有USB4和奥克林克接口的小主机 来作为你的主力机 退役下来的小主机 我们给它接上一个USB4转万兆的网口 再给它接上一个双模的天背硬盘盒 那么它就是一个具有全闪纳斯功能的 高性能万兆家庭服务器了 不管是X86小主机 还是Mac mini都可以这样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天背双模四旁位全闪硬盘盒 不但适合现在 还可以占未来 所以我们给出这块硬盘盒 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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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